花莲近日一连发生多起的地震 也在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而网络上也出现了一则贴文 呼吁民众不要行驶花莲大桥 因为地震之后 桥梁整个裂开一位 谣言一出引起了热议 但是经过查证 确实是假消息一则 14号开始 花莲地区一连发生多起地震 各地陆续传出因为地震所受到的灾情 网络上出现了一则贴文 呼吁民众不要行驶花莲大桥 因为地震之后 桥梁整个裂开一位 但经过实地走访查证之后 却发现这是一则假消息 那是之前的啦 那你们看到这种谣言 会不会觉得很恶劣 本来是很恶劣 那花莲谁敢来 大家看到的部分是属于新旧桥梁 因为是在接红上面的 是立心扑面的 或一些反射裂红的情况的发生 不是因为地震 昨天地震发生的 那不是因为地震 这个在那个02-06的时候 地震的时候 这个裂缝就已经存在那边了 它是属于在整个引道的中间的部分 不是在行车道路上面 不会影响行车安全 从现场画面来看 桥上确实有裂缝 但并不是这一次地震所造成 目前也没有任何风桥告示 花莲陷阱局也呼吁民众 在接获任何讯息时 务必先做查证再转发 以免叫成恐慌 近日地震频传 那所有的资讯应该以政府公布的资讯为主 那民众切勿私下转船 未经过查证的信息 那如果民众有发现到公路桥梁等有损毁破损的情形 请跟公路相关机关或县府1999专线来联络 立即来维修以维护民众的安全 至于本则这个桥梁破损这个信息 目前本局已经跟这个主管机关 公务机关来做一个联系 积极来查处 了解有无这个假信息的相关情绪 公路局华联公务段强调 裂缝并不影响行车安全 公路总局已经铺设搏油 避免用路人有安全疑虑 一旦确认网传地震灾情为假讯息 就可以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一项 处3日以下居留或者是3万块钱以下罚还 记得徐立琴收风箱报导